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的高大壮观 有的小巧玲珑 有的华美辉煌 有的简易朴实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 表述着人的生活现实和感情语言 作为一种环境 不仅工人居住 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观赏风景 探忧寻古达 适当场所 擎台楼阁作为中国读取诗情画意的文化景观 现在的它们已经成为了当下热门的旅行景点 也记录了古代文人情怀的特色符号 江南有三大名楼 黄鹤楼 藤芒阁 和岳阳楼 都以长江而建 而江西省的藤芒阁更有着西江第一楼的美誉 藤芒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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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唐高族李渊之子 李元英 任红州都督时所建的 这红州 指的就是 现在的南昌了 李元英 他出生于帝王之家 因为受到宫廷艺术的熏陶 非常的喜欢绘画 歌舞 因此 当他从苏州调任洪州 做都督的时候 他的手下就建议说 都督 你既然这么喜欢听歌赏舞 何不在江边 皱意高阁 这样既可以揽江山之秀 又可以想歌舞之乐 何乐而不为呢 李元英听了之后 觉得这个意见非常的好 于是就采纳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李元英会在这里 建议高阁的原因了 在征官年间 李元英曾经被封为藤芒 他所建造的罗阁 当然以他的封号命名 所以就叫 藤芒阁 如今 在赣江江畔 松立的阁楼 并非是一千三百多年前 藤芒建立起的那座 在这千百年来 藤芒阁 经历了多达二十九次的 心肺交替 也重修了二十九次 现存的藤芒阁 建于一九八九年十月 以一九四二年建筑大师 梁思成 根据天籁阁旧藏送画 所绘制的 八幅重建藤芒阁 计划草图为蓝本 而修建的 虽然藤芒阁 在历史上 都被毁了很多次 可是 每一次被毁之后 都能够重修 历史上 无论任何时期 只要一有人提出 重修藤芒阁 无数文人雅士 都争获脑袋 想要加入 重修的行列 藤芒阁的出名 并非是由于 它的建造者 藤芒 除了因为 这建筑物本身 是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之外 还因为 其浓厚的文化底液 也就是 千百年轻人们口耳相传的 散文府 藤芒阁是 其中的诗句 洛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更是千古难寻的 不朽名片 这句洁妙诗句的创作背后 还有一个诗人 王伯的小气势 好好 那我开始讲了 当时 王伯的父亲担任交纸县令 王伯去看父亲 九月九的时候 刚好路过南昌 正好赶上都督 阎伯宇 设宴藤王阁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新修的藤王阁 更加气势磅礴了 呈大人吉言 请 在下王伯 前去交纸探亲 路经此地 听闻都督设宴 木藤王阁的美名而来 原来是大才子王子安 快请快请 今天席上也有不少文人雅客 就这样 就这样 王伯 参加了这次宴会 期间 阎公 想要借此机会 夸耀下 女婿 吴子章的才学 藤王阁 新修完成 今天这个宴席 也就是庆功宴了 难得洪州的文人雅士 欢聚一堂 不可无文章 记下这次盛会 各位都是当今名流 请写父为序 使藤王阁 与庙文同垂千古 小旭 这次宴会把握好了 说不定就一举成名了 好好写啊 写完了 记下来 到宴会当天 我会假意让众人 来写父作序 到时 你就去写 放心 没人敢抢这个机会 不不不 我向来不善写父 还是让给年轻的才子吧 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 早听闻严公的女婿才华横溢 要不 我来写 老夫我身体有些不适 去账后休息片刻 诸位 继续啊 这个王伯真是太鲁莽了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才华 你一会儿去一边看看 看他写了什么 抄回来 给我看 是 王伯开手写道 豫章顾骏 宏都心腹 老生常谈 兴分一枕 地接横炉 嗯 云霄雨季 彩彻屈名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好 好 真不愧是天才啊 此父 必当永垂不朽 好 王伯做旭后 又有王仲书做祭 王旭做父 历史上称为三王文章 从此旭以格而闻名 格以旭而著称 暮秋之后 活阳湖区将有长千上万只候鸟飞林 那将构成一幅活生生达 落霞与孤雾齐飞 修水共长天一色图 成为藤王阁的一大圣祭 自然景观的美好 在诗词中得到了升华 也被冥记 之后 历朝的文人骚客 都会登阁赏请 并留下自己的诗词文章 也许只要这些诗句还在流传 藤王河也会永久地存在下去 藤王阁主体建筑 静高57.5米 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 其下部为象征古城墙的 12米高台座 分为两极 排座之下 有南北相通的两个瓢行人公湖 北湖之上 竟有九曲风雨桥 楼阁云影 倒映池中 盎然尝试 台座椅上的主格取名三暗七格式 即从外面看是三层带回廊建筑 而内部却有七层 就是三个名层 三个暗层 加屋顶中的设备层 在主格两侧 还有鸭江一翠两亭 从远处看 藤王阁和他的鸭江一翠两亭 向中国的山子 从空中覆盖 藤王阁就像一只展翅的大棚 藤王阁的一楼 也就是这个建筑的第三层 也是藤王阁的续厅 有一幅汉白玉浮雕 时来封送藤王阁 是根据明朝的冯梦龙中的名片 而创作的 他将不同的石经空间人物和故事 集合在同一个画面上 主要描绘诗人王国作诗的经历 第二楼是一个暗层 依靠人工采光和通风 此层体现的是藤王阁许中人节的主题 正经有大型屏息壁画 人节图 画高2.55米 长20多米 生动地描绘了 自先前至明末的将其历代名人 第三楼是一个回廊四绕的名层 也是阁中一个重要层次 在狼岩下 由四湖聚形金字点额 东为江山入座 西为水天空气 南为洞宿浦云 北为朝来爽气 在中庭有壁画 在公元1599年 湯贤祖首次在藤王阁 排演了这首戏 开创了藤王阁上演戏曲的星河 藤王阁从此由一刻 歌舞戏台变成戏曲舞台 实现了功能的改变 。 烤美 三 零 三 零 第四楼是暗层 也是地灵亭 正经有大型秉析壁画 地灵湖 描绘江西的文明的 七山衣水 第五楼是灯高揽胜的 最佳处 也是一个回廊四绕的名层 是灯高揽胜 披荆说怀 以文会友的最佳处 中庭是苏老先生的手书《藤王和诗》 分为续文和诗文两部分 诗文既是对续文的延续 也是对续文的概括 在西厅 我们现在看到的磨漆画 百叠百花图 是为了纪念 喜好艺术的理原因 叠画一死是近年来才有的 其方法是用蝴蝶的翅膀来作为整个图画的材料 其作品风格 独具一格 字长一派 称之为艺术林院的 一只奇葩 其才取于自然 无一丝作作之笔 完全是手工剪切粘贴而成 任何一件作品都是举世无双的 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幸还成为人们收藏的真品 在楼外走廊 可以俯瞰干江和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 到了六楼 齐东西 崇岩之间 高悬着苏东坡手书 藤王河 金品各一块 由台座之下的底层算起 这层实为第九层 故大厅体别 九重天 大厅中央 由汉白玉围栏通解 夏科府式 其上方 有翼圆拱形走解 欲含天元地风之翼 二十四组斗拱 由大到小 由夏至上 共十二层 按螺旋形排列 取翼 一年十二个月 二十四个节气 斗拱采用的是 明清明金 木座处理手法 彩绘采用五彩装 粒粉贴金 金碧辉煌 这一螺旋式早景 在全国古剑中 是不多剑的 大京南北东三面墙上 嵌有大型唐三彩壁画 大唐五乐 南面为荣墙 以南戏歌舞乐器为主题 以破针乐舞为大框架 扶椅右边胡腾舞 左边剑戏舞 中后部舞方狮子舞 壁画中 舞蹈者 批甲直几 具有浓厚的战斗气息 和粗犷雄伟气势 背面为凤墙 以女性歌舞乐器为主题 以唐代著名宫廷乐舞 霓裳与异舞为主题 扶椅左边 褶织舞 右边 弧弦舞 整个舞蹈场面 设置在满唐春水 绿河粉芙蓉的水泻之上 朋友两支行河 一左一右 上下偏飞 轰托拉 清歌漫舞 飘飘欲鲜的气氛 在这里 有定时的歌舞表演 可以领略传统乐器表演 和舞蹈展示 也可以看到 历代的腾芒格模型 其中 寻梦藤王阁 将以梦中之阁为序幕 一绘是藤王阁建筑图纸的 梁思成先生为影 由初唐四节之首 王博 作藤王阁去开启 将将袭各个朝代的圣贤 汇聚藤王阁建筑图纸 带给观众一场 别具一格的 文化盛夜 第九层是设备厅 不对外开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